主席 主席早 大家早 我請部長 請部長 好 部長 今天本席有一些疑惑 想透過今天委員會的質詢來請教一下部長 部長 我看到這個 我們這個最高檢察署 特別偵查組就是我們講特徵組 已經在104年3月10號分查治安辦理 也就是有關民進黨前發言人徐家青 在公開演講指稱陳建總統 成像建商收受幾十億捐款等情勢 分案下去偵查 有沒有這個事情 我在報上看到應該是有 應該是有 這個是你們的網站 特徵組的網站發的你們部長很少看 不一定會看 不一定會看 你的幕僚會不會讓你看 有時候會 那所以什麼案子會什麼案子不會 有時候是我問到的 他就會提 有時候他認為跟部長有什麼關係 會提會給我看 但是如果是在一個 偵查獨立的一些狀況的話 就比較少 好 所以偵查獨立的狀況是說 偵查的內容是獨立的 但這個事件本身不需要讓法務部長知道 這我看報紙就知道 你看報紙就知道 好 那我想請教部長 什麼樣的標準 特徵組會啟動來查 或者我們法務部 所有的這些檢查單位 我們這個地方的這些檢察官 什麼樣的案子 他們會查 要分案下去調查 因為我想應該是覺得 有可能涉及犯罪的話 只要有一點可能 他們就可能分案 好 所以換言之 只要有一點點可能 他就分案了 對不對 聽說算不算可能 聽說 那我就不知道他聽誰說 因為聽說有時候會 比如說說的人 他前言跟後言後語就自相矛盾 或者說他講的內容 顯然就不實 好 部長 有時候 那我請教你 媒體比徐家欽更公開 有一些媒體 他在直接訴諸於社會大眾 不特定人的時候 他直指 鼎心的門神叫馬英九 馬總統 說他是鼎心的門神 收受了鼎心非常多的政治獻金 部長 這個案子要不要辦 我特徵組好像也辦了 而且是很認真的在辦 好 那你知道多少天辦嗎 你知道這件事情 從媒體揭露 然後媒體每天講 每天講講了多少天之後 我們特徵組終於行動了 幾天 我沒有去問 好 我告訴你 時間報導是2014年的10月16號 媒體報導 到2014年的12月25號 我們開始分案調查 總共71天 71天以後 對馬總統頂心門神案 分案調查 也有這個 呃 委員啊 也就是明代啊 直接在網路上面 也沒有 不是針對 也是針對不特定人講 而且還信誓當然也沒有道歉喔 說啊 電子業跟馬總統吃一頓飯啊 捐了兩億的政治獻金 部長你知道這個案子嗎 呃 很多爆料 但是我們又太 沒有關係 你知道幾天喔 我們特徵組分案調查你知道嗎 也不知道 我告訴你 2014年的12月25號 這個事情報導 2015年的1月29號 分案偵查 31天啊 31天不是這件事情講完 徐家興啊 前發言人講完啊 他馬上道歉說不是啦 他道聽途說的 這些案子啊 講完 當事人講完 持續講 一直講 然後加入更多媒體講 更多的人講 我們一個71天分案調查 一個31天分案調查 徐家興講成員總統 你知道幾天分案調查嗎 也不知道 一天啊 馬上講馬上分案調查 本席啊 從不干預你們啊 該辦的就辦嘛 我管他叫陳前總統 李前總統 或者馬總統 有犯罪就要去辦啊 但是本席只是一直很困惑 為什麼台灣的司法 得不到人民的信任 原因就是這個 原因就是這個 一個聽說的案子 聽說啦 當事人隔天馬上出來說 他不會說耶 我們一天分案調查 因為他的名字叫陳前總統 蔣馬總統 鼎興案講了71天 電子業非法的政治獻信 講了31天 這麼辦啊 社會會懷疑嘛 為什麼這個一天就馬上辦 這個要拖了好幾個月 一個月以上 而且還要每天講喔 萬一第二天不講了 可能特徵組也覺得 第二天就沒人講了算了 要連講71天 要連講31天 我們才啟動調查 部長 你覺得問題出在哪裡 我不知道他們是什麼因素考量 你身為法務部長 對這樣的辦案 標準差距這麼遠 不需要有一個態度嗎 因為每一件事情的狀況不一樣 所以是不是他們有什麼不同標準 我也不知道 那你告訴我一天是什麼標準 我不能去過問他這個具體的個案 因為這樣的話就會被指責 我沒有問你 我沒有問你 我現在沒有跟你談這些個案 我並不管你個案要不要查 我也沒有阻止你去查 每個案子你都去查 我都沒有意見 我不能去查個案 我沒有要你去查 我現在你還沒有聽出我的話 我只是問你說 當國人面對不同的標準 都是所謂政治獻金案 但我們啟動偵查的時間 差距卻如此遙遠 你叫人民如何相信司法是公正的 你讓人民對於這個司法如何信服 我今天只問這個問題 身為法務部長 你維護一個司法公正 法務部是不是應該有一個 一致性的標準 不然我們以後 你可以分類出一個叫聽字案 聽說的就成案 聽字案 所以只要聽說我通通查 這叫標準 或者你說 委員這不行 這樣太狠了 黑白人減肌 我們黑白就去查 這樣怎麼可以 可以嗎 我也覺得這不合理 但是我只要求 標準應該要一致吧 不要大小 查這麼多吧 都叫聽說的 一個還叫對特定人 在演講特定人 那是一個協會裡面的演講 其他對馬總統是 對整個社會不特定人 連續講了七十幾天 一個連續講了三十幾天 你們分案查 你們想要給透露 社會透露什麼樣的訊息 我再一次強調 你不用跟我回答個案 我也沒有要告訴你 這些案子要查或不查 該查不該查 我也沒有問你 案查的進度在哪裡 我只是舉這個例子 要告訴我們法務部 要告訴你 部長 如果我們的司法偵辦 讓國人啊 三歲小孩皆知 那有辦法 都叫聽說 一個講了七十幾天 我們分案 一個一天分案 標準在哪裡嘛 報告委員 每一件事情 其實都不一樣 光講是一個聽說 就好像就很籠統 所有的事情 只要是媒體 或者是說只要是 要不像地檢署 或司法警察去檢舉 就叫做聽說的話 那真的是鋪天蓋地 太多太多了 但是實際上 這些案件是不是有差別 他一定有他的差別 可是差別在哪裡 這些差別 怎麼樣影響到他 什麼時候分案 這些事 只有承辦檢察官知道 那至於他們 到底辦案公不公正 從他們癥結之後的結論 我覺得比較能夠 稍微正確一點來判斷 而不是現在 我們在偵查不公開 所有的狀況 都還不知道情況之下 就先說 這兩件事情 一定要 完全一樣的時間 開始立案 部長 部長 這是你 今天你身為法務部長 這是司法 能不能得到社會信任的問題 我今天沒有要跟你辯論 當然因為我們案子不能問下去 不能就個案來討論 所以你這種講法 全世界也知道哪一個案子 會長得一模一樣 全世界沒有案子長得一模一樣 殺人也不同的殺法 搶劫也不同的搶劫 是啊 所以這個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我告訴你 但是沒有 差那麼離譜的 一個一天馬上爭辦 一個那麼多天才辦 沒有人這樣子的 我們不知道具體的實際狀況是怎樣 我沒有問你具體實際狀況 我只是告訴你 如果你法務部長 你還是覺得說 司法你可以這樣子 一個一天馬上辦 一個要七十幾天以後才要辦 那我只是告訴你說 這樣的司法標準 人民不會信服 我只是告訴你這個 那你要一直跟我argue說 每天不一樣 全世界我們今天沒有一天是一樣的 沒有一件事會一模一樣 但是我們法務部律定什麼 為什麼還是要有法律 為什麼還要一個程序 為什麼 我們希望盡量不要兩套標準 我們希望不要讓社會 質疑司法的公正性 關鍵在這裡 所以社會對這些案子的理解 很簡單 我們都不講貪圖 他們都可能涉及 收受非法的政治獻金 那如果我們可能收受非法的政治獻金 徐家青可以在講完之後 隔一天就分案偵辦 我不清楚 這麼快的速度 對一個這樣的事情 可以法上分案偵辦 而對於其他被講了一個月兩個月的案子 而且每天講的案子 我們可以拖 我先都不管他的內容是什麼 光這個啟動的時間讓我們覺得很懷疑 我只是希望說 這兩件我都沒有介入 但是從媒體上 你沒有一個案子可以介入 但是從媒體上 針對馬總統所謂政治獻金案件的這件事情 爆料的人 周小姐 他其實前前後後講的就不一樣 所以你要檢察官認為很確信 沒有關係啦 這個怎麼去 部長他前後講的不一樣 徐家青小姐前後後講的不一樣 你們一天就辦了 你們甚至連他講第二次的機會 這個就沒有你們都辦了嘛 周小姐前前後後講不一樣 你們至少還聽 周小姐 第一天在A台講不一樣 第二天在B台又講一套 第三天C台又講一套 你們還讓他講了七十幾天 你們才辦嘛 徐小姐啊 只講了一天啊 你們連第二套都還沒聽 你們就辦了嘛 這個就是大家社會 這是common sense 這不需要研讀六法全書啊 不需要律師高考即可 更不需要當到法務部長嘛 這是一個common sense嘛 都叫聽說啦 你們可以 部長你剛剛回答 你也知道周育寇反來復去講了很多套 你們七十一天辦 你們讓徐小姐有沒有反來復去的機會 你們立刻辦 社會就會理解成什麼 這就改變了改戲 因為他叫陳水扁 因為他是什麼 民進黨啊 社會的理解就會是如此嘛 所以我只是今天來告訴部長 我對這案子我都沒有意見啦 你們該本於你們偵查不公開 該去怎麼查 該去怎麼調動 我還是會尊重司法啦 但是我只是告訴你說 在程序上 如果法務部老是搞這種事情 老是在這個問題上面 一個 聽說一天就辦 那部長 那我很怕餒 我要跟他們大家關係搞好一點 萬一有一天也有人 聽說我怎麼樣的話 我會不會一天也就被被辦 人心惶惶 標準何在 我不想犯法 但有一個人聽說 只要他聽說一天 本習可能因為民進黨 我可能第一天我就有人聽說 我就被被調查 國民黨的沒關係 先來聽說 聽說個兩個月再說 看看怎麼樣 再說 這個感受的問題啊 部長 這是一個雙重標準 這是一個讓大家 無所侍從無所依據的 的一個偵查的方法 要查誰我都沒有意見啦 但是 太陷 太明顯 你馬總統三十幾天查 七十幾天查 啊還可以馬總統你們還可以反覆 讓各種版本都出來 啊聽看看啊 這不知道要查不必查啊 啊了解一下啊 看看要怎樣 七十幾天查 電子業的政治現金案三十一天查 陳前總統一天查 部長 我今天的目的值 我對個案我再一次強調 我沒有任何興趣 我也不應該去問你個案 但是我只是告訴你 這是台灣社會人民 對法務部偵查這些案子 他最基本的反應 司法公正的建立啊 必須要透過每一個個案 長期的積累起來 人民才會相信司法是公正的 但如果老是這種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標準啊 法務部是不是應該去律定 什麼樣的條件 什麼樣的情況底下 我就啟動偵查 而不是說今天這樣漫無目標 沒有標準的 就這樣子 有的一天有的七十一天 這都是社會矚目的大案子 部長 司法公正齁 司法公正的建立真的啦 不是只有你一句說 我不涉入個案 不是只有這樣可以回應 不涉入個案也是讓他公正的 我知道了 我說不是只有這樣就能夠回應 我今天指責你不是個案的問題 你聽清楚啦 這跟個案無關啦 我只是不知道說 下一次的標準 到底如果有人又被聽說了 媒體又聽說誰又怎麼樣了 下一個標準是幾天要查 我只是 我的疑惑只有在這裡啦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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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替馬 謝謝 謝謝 謝謝